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哪些是真的呢 到底有哪些資訊 要值得注意的呢 真的有這種事嗎 網路傳說 胸大的人容易得乳癌 公布答案 這答案是錯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開過很多 胸部小的乳癌 沒有啦 其實真的是錯的 你看那個歐美的乳房 平均都比我們台灣大 但是我們台灣的乳房 乳癌的發生率 並沒有輸入過歐美 其實但是如果這個題目 換另外一個說法 答案就會轉過來 就會變成對 怎麼說 因為你想想看 胸部大的人有兩個原因 因為如果你是因為 體型比較大 而造成胸部大的話 那個就會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沒有錯 因為肥胖本來就會得到 13種癌症嘛 特別是婷經後的婦女 如果你B&A也增加1 你得到乳癌機率 是增加百分之18 對 所以肥胖本來就是 造成一個原因 可是肥胖的人 大部分的胸部都比較大 可是你換句話說 你如果沒有肥胖 胸部不會大啊 不一定啊 有些都是真材實料的大 在我們那個 真的有遇到過一個 那個28歲的那個女性 他就是上班族嘛 他提早肥 他身材非常好 因為我在運動 他就很不幸 就得到那個 右邊的一個乳癌 不過他很好 就是第二期而已 沒有很後面 他開到的時候 因為他還沒結婚嘛 他又一個人從南部上來北部 打拚嘛 所以他其實都沒有讓家人知道 來陪他只有兩個 他的同事而已 兩個都女的 那我去查房 他看到第二天嘛 我去查房 然後他的同事就問我說 醫生那為什麼他這麼年輕 就會得到乳癌 才28歲 他家裡也都沒有家族死 他也還滿養生的人 對 然後那另外一同事就說 那麼簡單 一定是因為他胸部太大 他低照的也 你看我才A加沒事 另外一同事聽到就很高 好險我A減 我就說 哇塞 這個東西沒有人在比小的 對 我說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就是說 胸部的大小 跟得到乳癌的機率 是沒有什麼大的關係的 但是你的 如果你是你的胸部大 是因為你的 BNA比較高的話 那你得到乳癌機率就會大增 但是另外一個講法是對的 什麼叫乳房密度 就是 比如說像大家都知道 等你40幾歲的時候 你的乳房 裡面本來都是一些乳房的組織 會被那個脂肪取代掉 如果說 比如說你們兩個都 總共45歲 你們兩個一樣去做乳房攝影 造起來比較致密的那一個人 乳房的致密度比較高的人 代表說他得到乳癌機率會比較高 為什麼 代表他的乳房 對於荷爾蒙的那個受體 比較敏感一點點 所以他的乳房還沒有退縮掉 所以我來說 各位如果你45歲了 比如說你去 比去那個游泳 或是去洗上溫暖 剛剛你旁邊那個女生 乳房下垂 你不要笑他 因為他得到乳癌機率低很多 對 就是因為他乳房的組織 已經大部分都變成脂肪了 那種反而比較不會得到乳癌 可是我覺得這個答案 也沒有全然錯 因為真的你要夠胖的人 才會有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覺得 胸部大的人 因為他淋巴多 他面積大 所以他很容易得乳癌 對 我的邏輯是這樣 其實那個體型跟淋巴的數目 沒有什麼關係 真的 也沒有什麼關係 就像有一個人說 是不是胸大的奶水才多 當媽媽的 對 其實沒有 沒有 這個大家都知道不是嗎 其實剛剛知道我年輕的時候 還滿瘦 那我通常個子高高的女孩子 胸部都不是很大 那時候我很奇怪 我生完小孩以後 就奶水特別的多 那我心裡想說 提倡餵母奶 餵母奶一定可以暢通 不會得 可是這幾年很奇怪 因為我們台灣有45歲 會有定期做那個X光給夾的那個 45歲的時候 講他就說 我有一點點異狀 結果我去檢查說還好 可是這幾年 現在我剛好是個年期 然後我去夾 他說你嚴重 有嚴重的問題 要叫我去 我心情就很低落 我就到了醫院去 然後就去 又再做超音波 然後也給他 給我的那個資料 我也給醫生看 結果醫生就 找個女醫師就幫我摸 結果真的我有那個 他叫 然後是橫條的 他就說要尖尖的 你要比較害怕 那個條文的還好 結果後來我又做超音波 做得好仔細 他就說有0.8公分 只要定期做檢查 他說我說 可是這不是不好嗎 他說其實台灣很多女性 都有這種 他說不會怎麼樣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協助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水泡的意思 水泡就有分單純性 跟複雜性 像你如果是超音波 底下照 很容易就區分出來 它是單純性的複雜性 如果是單純性的 根本就不要去動它 如果是複雜性的 一定要切扁 那如果說你是那種 天生很害怕的人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介紹過 其實乳房現在手術有微創 根本就看不到傷口 那個良性的腫瘤 就直接被拿掉了 不過剛剛佩儀姐講了幾個 我們還有乳房 還有很多迷思 像那個體重的問題 如果你是停經後的婦女 你比較胖的話 容易得到乳癌 可是如果你是停經前的 比較胖的人 反而比較不會得到乳癌 對 這個是很奇怪 但是這個原因 我們現在醫學界也不知道 我們還有一個更奇怪的 身高超過175的女生 比身高低於161的女生 容易得到乳癌 這個也是國外也有報導過 但是原因到現在 我們也還不知道 可是像我自己的話 我剛剛就有跟醫師聊 我說醫師師 那怎麼樣的人 比較容易得軟 他又說當然是比較肥胖 我說可是像我們家族 我外婆是我媽媽那邊的 我外婆就是比較 符泰符泰的 我外婆也有乳癌 而且她是十幾年前得 所以那個時候 還不是那麼 就是能夠準確的 檢測到哪一邊的時候 醫生就跟他講說 建議他切除 發現出來是良性的 所以沒有問題 可是那你不覺得 那就白切了嗎 那當然你也可以 換另一種想法 你就說 那如果我沒有檢查的話 我也不知道是良性的 當然就會覺得 好像有一個不定是站在身上 但是像我姑姑那邊 是我爸爸那邊 人家不是說 女生要看就是 媽媽那邊的 會比較準確 我姑姑也有 那我姑姑也不是很胖 但是她還是得了乳癌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兩個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兩個 所以像我跟我妹 都是有ERF什麼的 就是還滿平均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一定是因為面積大 所以你得的機率高 對 所以是一般人的迷思 對 其實真的沒有 統計起來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但是 命好不好很重要 就是基因 就好像我剛剛一直跟你講 說你二等星之內 有乳癌的話 基本上你二到四倍 就是人家二到四倍 可是像你外婆又有 你姑姑又有的話 那你得到人家乳癌 對 就是 因為現在有乳癌就篩檢 所以他們就是 45歲以上到69歲 兩年就幫你掃一次 像你的話 你40歲就可以去 因為你二等星 因為你二等星之內有 有嘛 小憲 我是不是也不能吃 太多乳製品 因為我姑姑那時候 就有特別叮嚀我說 豆漿啊 牛奶不要喝太多 豆漿也是 然後說 蜂王乳也不要吃那麼多 所以會刺激 這個也是錯的 也是錯的 那個蜂王乳這個東西 要看你有沒有 買到好的蜂王乳 不是每個蜂王乳裡面 都含有很多女性荷爾蒙 另外那個 你講的那個植物性荷爾蒙 植物性荷爾蒙的作用 跟動物性的荷爾蒙 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不認為 吃大豆那些東西 會影響到補癌的發生率 就好像我們很多的病人 他停經了之後有沒有 他問我們說 因為他停經症狀群很嚴重 他又不願意補女性荷爾蒙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他 去吃一點點的豆漿 那如果醫生建議說補荷爾蒙 像有的時候 我醫生也會建議我吃荷爾蒙 那如果我吃荷爾蒙 會不會對這個刺激 這個刺激 那個五年之內是還好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那個 就是因為有些女性 她停經症狀群非常嚴重 那個你不給她吃 它影響到她生活品質的 我們還是會建議給她 現在那個乳癌跟荷爾蒙的關係 已經發現說 當初在2002年 說荷爾蒙造成乳癌 此基素是個錯誤 現在已經證實說是黃體素 現在有安全的方法 有人使用天然的黃體素 就並不會增加乳癌 天然黃體素是孕婦也能吃的 所以是相當安全的 所以不是問題 至於大豆一方種 這種東西 反而被認為是一個抗癌食物 所以就像江醫師說的 反而不是說什麼豆漿不要喝 什麼都不要下半死 而且你一天能喝多少 我以前算過 我們的豆漿一天 大概喝1萬多cc 大概等於一顆的那個保健食品 那保健食品60毫克的 保健食品的話 跟我們口服的那個荷爾蒙的藥 還差一大截 但是我要講 就是我們確實在臨床上 有看到病人因為喝豆漿 喝到他自己的子宮肌有變大 出血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有來問說 為什麼有人說 問我們說為什麼有的網路上說 可以喝 有網路上說不能喝 對 我只能說這個東西就是見仁見智 一樣性的植物性荷爾蒙 在你的人體裡面 可能它的作用 可能會比較像動物性荷爾蒙 你就會容易變成變大 可是那個不知道 所以我才說 還是像這一次講的 你不要過量就好了 就算要補 你要問醫師 我身體可不可以這樣 如果你真的要想要 用植物性荷爾蒙來補妝的話 通常食物是不太夠的 必須去吃那些保健品的 就是大家都一黃筒 什麼紅杉類一黃筒 那些東西的 那我再講一個特殊的案例 有一個 她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發現乳癌 那一個女生 那她是瘦的 然後她的乳房是A加 那她在那個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發現有纖維腺瘤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那個腺瘤越來越大 所以她決定年輕的時候 就去看醫生 那那時候就是 醫生叫她定期追蹤 可是那個一直再大一直再大 所以她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有一年她就真的把那顆挖掉 結果挖掉她左右就更不對稱了 一個是A減 一個是A加 但是醫生都叫她要好好的追蹤 可是呢 就是那篇文章就出來了 就那個研究就出來 就是說胖的 然後乳房大的才有可能 但是她忘記了 醫生也有叮嚀她說 其實纖維腺瘤是 像你的是囊腫 但是纖維腺瘤 你一定要定期追蹤 因為有一些人 還是會有癌化的可能 結果她就忘記了 結果就是在好幾年後 有一次洗澡的時候 她知道她有纖維腺瘤 但有一次洗澡的時候 突然擠那個乳頭 居然出現血水 黑色的血水 她嚇到了 趕快再回去找醫生 那醫生就再去查 就發現她比以前更多 而且有幾顆比較大的 所以那時候就說 我們挖掉那個 靠近乳頭那幾顆這樣子 結果挖掉那次做的切片 完全正常 所以沒有癌症 她也虛精一場 然後她又覺得 那應該就沒事了 你看我經過了這麼多風雨 結果幾年後 又一次出血 那時候她就不怕了 你看我前面切了也沒事 然後我又是瘦的 我的乳房又這麼小 我應該是沒有機會得到乳癌這樣 所以她就沒有去追蹤 所以這次出血 她拖了快要兩年才去 結果才去看的時候 這次一切片 不是 她真的是癌症 就變成她整個乳房就拿掉了 所以還是要聽醫生的 然後不是 就是迷思歸迷思 但是最重要還是要聽醫生 跟醫生溝通 對